我本身有这种历利 中风了还能够保持学座 又能够生活治理 我觉得我把它写出来 或者说我参加了这样大家知道 但如果人家能够返校 那么中风的人就能够好起来 把角色能够像我一样能够站起来 是一件非常好的 非常有意义的事 林承兴 笔名冰谷 1940年出生在江沙郊外 一个贫穷的交工家庭 经历日军统治和英军重返的动荡不安时局 家人为了生活而迁居多处 但都离不开郊园附近 她自六岁起 跟母亲在郊园里洗郊杯 十岁开始使用郊刀 虽然生活平寒交迫 岁月动荡不安 她却养成了不像环境低头的习性 中学时热爱文学和写作的她 开始投稿 也开启了她后来的作家之路 高二时 她出版了第一部作品 《新诗合集》 《我们的歌》 第二部作品是 《诗文合集》 《四月我们》 虽然凌晨新后来三十年的工作 都与郊林、花圃、饭粽油中、和可可等种植业息息相关 但她依旧写稿、投稿 出版了六部著作 代表作有《冰谷三文》、《雪树》、《沙巴传奇》 近六十岁的她飞到所罗门工作的那六年中 也没轻易放下笔 她记下了当地的人语是《绿林、蓝海》 出版了《火山与仙岛》、走进风夏之乡 南太平洋的明珠 2006年8月 林晨新突然中风、瘫痪 三个月后又跌倒 使病情更加严重 但经过三年的西医治疗和针灸 还有她自创的复健招式 每天勤练 甚至到健身房练习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复健后 六年后的她已恢复了近八成的身体功能 为此 她又把中风后的操练化为文字 形成独特的病疫书写 她的评论冰谷的疾病获得好评 如今81岁的林晨新 也已在规划把新生的经历写成三度自传 冰谷已不是一般的写作者 这位典范的作家 值得在她的书架上放一座不获得零精神奖 她的精神与毅力 值得我们学习和敬重 对自己的许范 人民帷范 世界25岁的优势 平之间的许范 福建经历 这次参加布获热灵精神奖顺利获得肯定 感谢布获热灵精神奖领选委员会 不嫌弃 让我有机会将亲身经历展示给大众 分享我的人生经过 无论是乐与事 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布获举办这个精神勇士奖 我想并非表扬这么简单 最终目的还是要受表扬的人士作为典范 领导乐灵人士向前迈进 选择正确的目标八分五强 胜而不骄 败而不内 活得自在 有个人为例 我是个文学写作人 从中学开始就热爱投稿 其而不舍累积了一点经验 出版了几本文学书 尤其是散文 我表扬对土地的热爱 对农业种植的关怀 尤其是园修三季 其中有关橡胶园的在地收集 橡胶园在橡胶园逐渐消失的今天 保持了橡胶园的形态和面貌 让世人了解全人的坚固奋 都布获 布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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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临金神奖 举办这个 举办这个活动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感谢顾获生命学院举办这个社会 也感谢推荐人 上去大年新名服务校长 陈志强先生真诚的推荐 让我今天走上这个舞台 我也感谢我众部后长期 陪伴我的老伴就是我的太太 也感谢朋友们的长期关怀 让我能够推荐我的行动功能 能够加车 能够自己办事 我觉得我在这里要鼓励 凡是中东的人千万不要放弃 我一直强调你要以后一点 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你惯恋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等飞机上 你在等候上飞机 那么在飞机场那么长的时间 你可以作为训练的场所 这样你就会有机会能够如常生活 我们不要成为我们家人的一个包袱 或者说是累赘 我们要好起来减轻家人的负担 我希望这法式生活的人 能够跟我一样能够再站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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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endora说一下 -endora